一百九十一集 燕国公夫人左右为难 她也是怀疑二房借着她的地方给宁心下药 可事情张扬出去实在是不像样 指儿媳妇刚进门 此事张扬开不好 世子的婚礼轰动京城 现在外面的人都看着咱们燕国公府 此时啊闹出下药的事 对燕国公府没有好处 也会影响世子爷的 我不怕 李明锐的眉头皱得紧紧的 他握住宁心的手臂朗声道 不查清楚 我便带着他搬离国公府 今日有人害他不孕 明日会不会有人取他性命 住在燕国公府实在是太危险 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他有点危险的 我这就尚书求皇上 另外赏赐责宅邸 胡闹 燕国公气恼得很 指着李明锐道 你是世子 不住在燕国公府 你要住到哪儿去啊 伯父 我说过的 世子的位置 没有宁心重要 燕国公 燕国公长出一口气 好 我会给你个交代 来人 先请大夫进府 看看这碗惹事的茶水 有什么问题 国公也 切身以为 贸然的将大夫叫进府来 并不妥当 燕国公夫人一听燕国公的话 下意识的反对 不叫大夫来 你们会相信 这盏茶水有问题 宁心将掺了药的茶盏 妥当的放好 摆出了一副 不让任何人触碰的样子来 我曾遇见过名师 别说把药放在茶水里 别说放在饭菜里 我依然能吃出来 众人一听 齐齐的惊讶不已 他们听过 宁心进宫救过三皇子的事情 可三皇子最后还是病逝了 谁都不会认为 宁心的医术很好 以为宁心 不过是稍说懂点病理罢了 任谁都没有想到 宁心竟然可以 单凭入口的茶水吃时 就能感觉出不妥 燕国公府李家人 对宁心更为慎重了 后院争宠陷害 最为有效 最简单的方法 便是不动声色的下药 真若算起来 二太太 萧欢等惦解 燕国公爵位的人 没少琢磨着 给李明锐和宁心下药 便是燕国公夫人 也想着最保险的方法 是让宁心生不出 或是习惯性的小产 可宁心今日这么一闹 他们不由地打消了某些念头 即便能将药 悄无声息地 下到宁心日常用的汤汤水水里 也不一定能瞒过宁心的那张嘴 谁不相信你 三皇子不也得 侄媳妇帮着稳定的病情吗 我相信侄媳妇的医术 也相信你精通药理 可是侄媳妇 今儿个可是你和世子爷的好日子 这叫大夫进府来 将事情闹得太大 只怕是不吉利啊 侄媳妇放心便是 我无论如何也会给你一个交代 燕国公夫人看出宁心是李明锐的主心骨 如果宁心不再追查 李明锐那边也不会计较太多 毕竟他已经摆出了保护宁心的姿态 轻易不会有人再敢算计宁心 除非燕国公一脉 再也不想兴盛了 除了二方外 眼下谁不明白 想要过好日子 必须得依靠李明锐 燕国公夫人阻止大夫入府 并非是为下毒的人着想 关键是在剑里的时候 弄出这样的事情 不就意味着他没有打理好燕国公府吗 便是他没有错处 也会惹下一身的骚 宁心进了门 可燕国公夫人还不想 将刚刚握稳的主持中馈的权力 交给宁心 有管家的大权 燕国公夫人才可以扶持宁解 他才能挟制宁心 更为重要的是 他不愿意再像以前一样 做泥雕木偶 权力在手的滋味 让他陶醉极了 尝过权力的味道 谁也不愿意再失去权力 宁心挑起了眉梢 面色带了极许的犹豫 远不如方才坚决 你的意思是相信茶水里有药了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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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岂能不相信明依 燕国公夫人笑着点头 大伯母 蒋师想要开口 燕国公夫人转头对准他道 我也相信 薰孝不会做这样的事 指不定是哪个黑了心肝的人 借着薰孝的手下毒 大致媳妇放心 我也会给你个交代 蒋师咬了咬嘴唇 他也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追究下去 还是就此祸悉泥 蒋师也晓得婆婆恨宁心 恨得要死 万一查到最后是婆婆或者是萧欢 利用熏啸做的 那二房的脸面就彻底的丢尽了 燕国公夫人瞧出蒋师也犹豫了 语重心长的叹息 我不仅是为了国公府的名头着想 还想熏啸 如今在场的全是我们李家人 通熏啸骨血相连的至亲之人 他们不会在外面搬弄是非 那万一叫进来的大夫是个碎嘴的 熏啸哪怕是清白的 也不晓得会被外人传成什么样 大侄媳妇也是有儿女的人 也得为尚未出阁的女儿着想 盐姐正在一亲 这事万一传出去不是错处也是错处了 燕国公夫人心疼的忘了一眼李延二 帐房就留下这么一根毒苗 我哪舍得委屈了她 被李明锐逼着请大夫入府的燕国公 此时见状况平缓下来 事情有了转机她对燕国公夫人处理事情的能力满意极了 她和颜悦色道 呃 夫人说的也有些道理 燕儿将来婚嫁也得颁配旺族明们之后 总不能在关键的时刻坏了她娘的名声啊 呃 瑞儿啊 颜儿可是你嫡亲的侄女啊 李明锐像狼一般的目光落在了燕国公夫人身上 燕国公夫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后背的冷汗出了一层又一层 这李明锐是个好算计的人吗 大伯母既是相信这占茶水里有毒 大夫不请也罢 你并非单单是给我夫人一个交代 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了前因后果 若是大伯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李明锐从椅子上站起身 环顾四周的李家人 他目光所到之处 没有一个人感同李明锐对视 哪怕是对他颇为不服气的二房长子李承夜 宁心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袖 柔柔的换了一声 相公 这样一句极为简单的话 让李明锐狠立的目光柔和下来 面对众人的他恨不得吃人 但对宁心时却是温柔的 我们走 李明锐向燕国公行礼后 扶着宁心出了客厅 直到两人的身影看不见后 李家人才统一顺了一口气 李明锐和宁心实在是太吓人了 燕国公倦带般的揉了揉额头 对侄子李明锐他深感束手无策 侄子对宁心的一心一意让他心惊 他闷心自问 难道李家真要出一颗情种 他甚至不敢想 万一宁心出现危险 李明锐会有多疯狂 国公爷 燕国公夫人柔情万种的走到了燕国公的身边 柔声道 您受不得累 先去歇息吧 这事交给妾身 妾身一准让世子爷和侄媳妇满意 不管是谁别有用心 搅合了剑离了剑离的正事我都容不得 燕国公点头道 你多用点心 他逐起拐杖起身 招手对李延二道 延二 你扶我回屋去 是 祖父 李延二同宁姐道别 搀扶着燕国公离去 大嫂 这事儿可得仔细查清楚了 二太太是二老爷的嫡妻发肌 自认为比燕国公夫人这个纪事身份高 况且下药的事儿又不是她做的 自然不怕燕国公夫人往自个儿身上泼脏水 她擦了擦眼角 你可以一定要记得还我熏啸一个清白 二弟妹放心就是 我不会冤枉了一个好人 那就好 二太太趾高气扬的领着蒋氏等人离开 二老爷也找了个借口开溜 分量最重的二房离开后 李家各房头的人也都向燕国公夫人行礼后退了出去 寻常的亲眷们碰面 宁心先是开了枪 后又弄出下药这么一说 这场建立实在是太刺激了 事不关己的李家人各怀心思 纷纷猜测到底是谁想让世子夫人生不出孩子 是二老爷还是燕国公夫人 燕国公夫人将娘家侄女宁姐留在了国公府 外面的人怎么想 暂且不提 起码国公府里的人都能猜得到 这是给世子爷准备的二房 怎么能让世子爷乖乖的纳入二房 最正常的理由是世子夫人坏了身子 生不出孩子 所以在众人看来 燕国公夫人的嫌疑最大 可惜贼喊捉贼 燕国公夫人 定会找出两只替罪羔羊 给世子爷消气 二太太回房就拽着孙子问道 许相 通宗母说 那诊茶是谁给你的 儿媳 是不是你 母将 蒋是小的 婆婆是藏不住心事的 二太太逼问熏孝 意味着下药的人不是她 若是想让世子爷没有子字 在世子爷身上动心思不是更妥当 我看是有人打着为二房好的心思 抱自己的丝绸 万一被大伯母查出来 她一个人可承担不起 二太太转而看向萧欢 她骂道 黑了心肝的贱人 是你 你是想让二房烟灭扫地 万一被查出个蛛丝马迹 二房怎么见人 怎么在住在燕国公府 最可恨的是你竟然利用了熏孝 一把搂过茫然的孙子 二太太乌眼 她还这么小 万一被你害了 吓到了 她将来怎么行事做人 她岂不是会担着一个谋害长辈的不孝之名 真是要毁了熏孝的前程和剧业呀 老爷 熏孝可是你的长子狄孙 你就看着他被销魂害了 二太太言巴巴地看着二老爷 我虽然不懂外媒的大事 可以晓得 李明锐是怎么得到的世子爵位 若不是她中了状元 又深受皇恩的话 她怎能越过兢兢业业 为燕国公府着想的成燕 便是过计挑两房 也轮不到她 二太太话语粗浅 但却戳中了李明锐成绝的实质 如果李明锐不争气 便是燕国公想抬举她 她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顺利 二老爷一家在燕国公一脉 经营了这么多年 岂是白给的 她还不是娶了个好夫人 皇上想要抬举宁事 她自然会种状元 会得世子爵位 这也算是皇上给她的酬了 李明锐丢尽了李家的脸面 也就是大哥糊里糊涂的听之认之 二老爷岔开了话 至于下药的事 你们也别急着冤枉欢啊 萧欢时时的抹着眼泪抽泣道 太太 便是给臣妾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害得萧哥 妾同十四夫人 虽然有私怨 可那点丑怨早就烟消云散了 妾 妾不敢再同她起冲突 让老爷难做 求太太相信妾 还儿是有分寸的人 二老爷护住可怜兮兮的消欢 二太太见她那副怜香惜玉的神色 胸腔里的干火烧得旺盛 她脱口而出 呵 合着老爷的意思 是我没分寸 我不如小姨娘 如今被冤枉的人 是你的长子嫡孙 你为了个贱妾 就不心头嫡孙子 老爷就不怕被大嫂查出什么来 我们一家被燕国公赶出去 燕国公府复兴在望 我们是堂堂的嫡之 谁敢撵走二房 祖上明逊 李家不分家 二老爷理直气壮地回了二太太 既然不是我们的人做的 让大嫂查取好了 若是大嫂想陷害二房 我就将官司闹到皇上面前去 我可从没受过不白之冤 老爷 行了 二老爷制止二太太 扶着肖欢道 欢儿 随我来 肖欢含泪看二太太和蒋事 眼底难免带有一丝的得意 太太 妾可以同老爷一起离去吗 她那语气 那神气 气得二太太心肝脾肺肾 没有一处不难受的 去吧 去吧 蒋事一直低垂着脑袋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婆婆怎么将大好的局面给弄成了这样 开始听婆婆说的话还挺在理 为何就不能打动公公呢 贱人 老爷再宠着那个贱人的话 将来 将来有她后悔的一日 母亲激怒 看萧姨娘的样子 这是只怕也不是她做的 不是儿媳看不上萧姨娘 她也就在二方有点脸面 便是她想害宁时 她在掌房院里也插不上手的 况且孝哥是您的亲孙子 她岂会听萧姨娘的话 不是我 我看就是燕国公夫人了 二太太被这事 弄得脑袋像是炸开了一样 她将一个角色养在身边 还不是冲着李明锐去的 她敢反其道而行 故意在旁人认为 最不可能的时候 下手汗宁时 僵尸的眉头皱成了疙瘩 这事怎么想 怎么透着玄机 燕国公夫人怀疑他们 而他们疑心涨房 下药的事 无论是谁做的 都给宁心提了个醒 借着此事 他们也晓得宁心的厉害 只怕以后 谁也不敢再给宁心下药了 树口 李明锐一进房门 便冲到了茶几旁 倒了满满一盏的茶水 递给宁心 再树树口 省得脱不干净 宁心接下了茶盏 李明锐又端起干净的弹鱼 宁心顺着李明锐的心意 将茶水喝到了口中 孤度了好几下后 将茶水吐出去 李明锐拍着宁心的后背 心有余悸地说道 亏你懂得要理 要不就被他们害了 宁心眼瞼低垂 瞄着茶盏的纹路 低声道 到底是谁下的手呢 无论是谁 我都不会放过敢伤害你的人 一旦抓到了给你下药的人 我会将他碎尸万段 宁心咳嗽了两声 李明锐忙紧张地问他 要不要请大夫 还是去找大夫的好 不用了 宁心拽住了 把腿就向外跑去的李明锐 他摇头道 大夫还不如我呢 你也晓得我的本事 我说没事就没事 我心里有分寸 李明锐又不放心地 看了宁心一眼 坐在他的身边 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霍权人说 大夫医得了别人 医不了自己 宁心点点头 靠在了李明锐的肩头 这事 该怎么同他说才好呢 见宁心精神不好 李明锐只当他又是开枪 又是喝了有毒的茶水 累着了 我扶你去歇息一会儿 我不累 还说不累 你脸色不是很好 我 我真的不累 宁心看着他说道 我没你想得那么娇弱 也没你想得 也没你想得 哪怕 怎样 善良 宁心摇了摇头 李明锐笑着搂住了他 可是我累了 咱们一起去歇一会儿吧 将宁心硬是按在了床上 李明锐躺在他的身边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哄着他 我保证不是坏 你就没有想过 下药的人是哪个 李明锐听出宁心的声音不太妥当 他低头看去 发觉宁心同往日有极许不同 不像是疲倦 李明锐沉思了一会儿 伸手搂紧了宁心 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 以后小心点 其实这样最好 省了很多麻烦 整日的房贼 乖烈人道 宁心这次比以前的手段可温和多了 在后宅中 想要做点什么 总得寻到最恰当的时机 二房和燕国公夫人相互怀疑 他也可以趁此机会 将燕国公府的大权 掌握在自己手上 无论他扔出谁做替罪羊 我都不会满意的 如果燕国公真心疼爱你 自然会将主持中会的权利交给我 让燕国公夫人荣养 宁心抬头看着李明锐认真说道 房卫杜剑虽是根本 小城大剑 未尝不是善心之举 一旦他们为了思念不顾一切的话 伤得还是燕国公府的面子 我明白 心儿 你不用向我解释这么多 我信你 也听你的话 不勉强 不 宁心这才笑逐言开 其实我有很多的办法瞒住你 可我不愿意那么做 李明锐释然地笑笑 没错 我们是夫妻 夫妻一体 本就不需要隐瞒我 只是你以后行事要小心一点 万一 我是说万一 建立的时候是最恰当的 所有人都在 所有人都有可能下手 况且这种事情 哪能放到明面上去谈 不过是给那些别有心思的人 一个警告罢了 惹恼了我 他们承担不起后果 宁心捧着李明锐的脸庞 声音很柔软 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 可我最担心的是你 你明白吗 傻丫头 李明锐将宁心下面的话 吞进了肚子里 你既然不讲解析 那我们做些新婚夫妻都想做的事 燕国公夫人盘问了所有的下人奴婢 虽然二房有机会动手脚 但她也没有证据证明药是二房下的 她愁容满面地揉着额头 到底下药的是谁呢